在明末清初,这个特殊时期,内地流民起义不断,沿海武装频频走私,人民自己拯救自己。 在17世纪的中叶,朝廷不要海上权利,而沿海人民,则以武装走私捍卫中国的海权。 于是,东南沿海一带,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海商武装集团。 这些海商集团较之以往的倭寇大有改观,他们在更为广阔的世界里,和更加开放的条件下,分享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和经济全球化的利润。 朝廷不知新大陆,不知银子来路,可他们知道,朝廷靠澳门马尼拉航线经西班牙人做转口贸易,他们却走东洋下西洋做自由贸易。 正是出于对自由贸易的需求,作为海商的他们懂得了海权的重要。 海商要赚钱,就要维护中国的海权,其中,最有名的是正式集团。 当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商军事复合体,荷兰东印度公司横行中国海的时候,便遭遇了正式集团,两个海商军事复合体开战了。 最著名的一战便是1633年的金门廖罗湾海战,这一战打出了一位爵士英雄郑之龙。 正式集团领袖郑之龙,原名义官,闽南泉州人,海商出身。 从澳门起步,他到过马尼拉和日本,不仅会葡萄牙文,还懂卢西塔尼亚语,及犹太葡萄牙语。 此语言是蒲国犹太人秘密用语。 郑之龙受西方文化熏陶,入天主教,取教名贾斯帕,另名尼古拉。 他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过通识翻译,参与过荷兰人劫略中国商传。 但荷兰人却没有想到,就是他们身边这名不起眼的通事,被他们称作尼古拉一关的人,有一天会颠覆了他们在中国海的霸权。 郑之龙兴起以后,不但成了荷兰人的对手,还被明政府视为倭寇,邀荷兰人一起来搅他。 没想到,明军和荷兰人反被他打得全军覆没。 无奈之下,在崇祯元年,明政府才招安他去做了海防游击,让他平静海江。 这样一来,郑氏集团武装得以雄聚海上。 在1633年,荷兰人出动战舰,不悬而战,突袭正式战船,击沉和烧毁战船二十余艘。 郑氏当即应战,战于金门的廖罗湾。 关于郑氏的海战之法,晚清学者徐继舍提到了清人将日生血的台湾外籍。 他说道,其书虽小说,而是多实录,而且还说道,荷兰船间泡蒙,不能胜。 郑之龙则目死士和善求者,并持辅坐船头。 以小船堆燃料,交以油,中藏火药,致引线。 乘风急照,靠近遗船,以辅钉追于遗船,与遗船一相连,就点燃药线,然后投水浮回。 不知有多少条这样的火船,冲向荷兰船间决一死战。 要燃火发,风又猛烈,致使荷兰加坂,被焚三艘,于西顿去。 其中所说的加坂指的就是战船。 这场攸关东西方命运的战争,就是廖罗湾海战。 如果正是战败,中国割地赔款,就无需等英国人来发动战争,国土沉沦就要提前两百年。 这一战,使荷兰人屈服,海上马车夫在海上被颠覆。 自此,荷兰人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,转而承认了正式集团海权。 和属东印度公司与正式达成协议,开始向正式搅供。 海船在澳门、马尼拉、厦门、台湾、日本各港口间行驶,都需持有正式的令旗,否则一律禁止。 正式向往来海船征税,每博税三千斤,岁入千万计。 不是一代王朝,而是一介海商,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海权时代。 荷兰人缴税以后,成为正式朋友,获得了进入中国海的自由。 他们向正式朝贡,有一次故意献了王丈一支,金冠一顶,以引诱他自立王朝。 但正式时代好景不长,没过几年,清军就入关了。 南明王朝一直逃到福建,以正式为长城,清军随之南下,也向正式昭安,正之龙代驾而沽,最终投靠了清朝。 正成功是正之龙的儿子,父亲降了清,儿子则起了兵。 从沿海而入长江,兵临南京并与清对峙,东南半壁为之一阵,江南一欲突现光明,无奈施老兵顿,败归厦门。 刚好,荷兰通事,河滨,父不睡逃内地,献谋取台湾。 这位河滨先生,原是正之龙部下,随正式到台湾,便留在台湾学荷兰语,做了荷兰通事。 当时,荷兰人让他去收税,他拿到税银后,就跑到内地来找正成功了,劝正成功先取台湾,再图中原。 正成功因收复国土一时无望,便听取河滨建议,先来收复中国海权。 我们知道,明万里年间,西班牙人曾屠杀过华侨,而当正式令其通行于中国海时,无人敢屠杀华侨。 到了明末清初,正之龙在浮明与祥青之间游离,放松了对海权的监力,于是西班牙人乘机再次屠杀华侨,这次又屠杀了约三万人。 须知,华侨势力是中国民间海权的一部分,华侨势力增长,就意味着中国民间海权扩张。 正是时代,中国民间海权的基础,不光在东南沿海,更分布在南洋一带。 正成功在台湾岛上驱逐了荷兰人,接着就派使者到吕颂,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。 在吕颂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,谴责其屠杀罪行,并广告华侨,联络各地甲币丹华侨首领,断绝同吕颂贸易,同时调动军队,准备攻取吕颂。 意图先战台湾,再取吕颂,继而夺取嘎罗巴,也就是今天的掌挖岛。 控制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,然后联合日本,光复中华。 可怜兵马未动,英雄先崩,这样一个伟大的海权之梦,可惜并未成功。 正成功的一生都在抗击清军和守护明朝,最后却因疾病去世。 随后,正成功之子正经,强称台湾孤岛,处于满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的合围中。 正成功之梦如能成功,会使中国早在十七世纪便转型为一个伟大的海权国家。 西齐梦想随他而逝,没有继承下来。 如今,我们说起他,只说他有收复台湾的伟业,而他建立中国海权的伟大梦想,却被人完全遗忘。 史学家肖一山推崇他,在《青史大纲》中,把他作为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第一人。 《七民族革命之酝酿》一张开篇就说,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不能不大书特殊的,就是正成功。 史学家肖一山推崇他,具体有以下三点。 一是光复运动的领袖,如同岳飞等人。 二是收复台湾的英雄,这就不光是民族的,同时还是世界的。 他不但使光复运动有了根据地,还改变了世界大格局,荷兰从此便一直衰落下去。 三是民族革命的先驱,他反清和反帝,在东方高举民族主义大旗。 可是非常遗憾,正是集团,这个在航海和自由贸易中成长起来的海商军事复合体, 虽然有足够的资本和武装力量,却没能以海商力量立国。 没有像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,走在如迈尼尔所说的资本主义道路上, 同时向民主共和国远航,而是背道而驰,走向王权自立。 民主共和国的兴起,要靠自由贸易和保护自由贸易的武力, 还要从自由贸易里发展出自由主义。 没有自由主义,正是集团终究走不出王权的反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